撇开钓鱼台的争议 日本特有的文化以及日本人的严谨态度 依旧受到不少国人的喜爱 就读护卫高中的杨宜伦就是其中一位 国中时期他就自学日语 进入高中也加入了日语社 而最近参加检定更是顺利取得了A2级的证书 宜伦累积平日的努力获得肯定 也让他比其他的同学多了一个外语能力 虽然哈恩族现在很流行 但是还是有不少年轻人依旧在追日 会高中日语社团里面就有两位女学生 因为向往日本文化所以自学日语 并在社团老师的鼓励下参加日语捡定 顺利取得A1和A2的证书 你都怎么做自学呢 可能就上网找先备50英 然后再去找一些可能日本的文章 然后去读 最喜欢的日剧明星是谁 A3A 就是看那个动画 然后对他的文化很有兴趣 所以就是想要了解他的文化 然后去用语言沟通跟别人沟通 然后打算以后去日本留学 或者是去旅游这样 因为对异国文化的向往 因此这两位女学生都是从自学开始 进入高中后更是加入日语社团 而这两位日语指导老师 也刚好都在日本待过10年左右的时间 因此能满足学生获得日本相关知识的需求 我们自己研究一套的那个技型 所以学生一家马上试验 第一最重要又要把日本的文化交给学生 而日本的礼仪服务礼仪那种精神 又把它们交给学生 这是我们来这里辅导日语社的 那个日本的敬业 敬业热情团队的精神 这两位日语指导老师 其实是一对夫妻 而且两人都有着日本人追求完美的严谨精神 要讲出的话一定要弄得很流畅 你才说出口 这个才可以达到我们的水准 不然的话你就是还没有背 还没有就是学的脑筋上 没有背得很熟的话 我们讲出去就会人家会笑话 所以你是讲的台湾的日文 英国际化地球生的时代来临 这两位女学生 她们将追日转化成进修外语动力 同时也通过了外语检定 记者李明燕与领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